今天是蠻多包括總統副總統 還有這個行政院長都來了 但是支持你 聲音說支持你來選舉 你有這個想法嗎 跟我選舉 這支持中醫界 中醫界在這裡 我們政府非常的支持 對於這樣一個國藝的發展 從蔡總統到蘇院長 到郵院長副總統 都非常的重視 前年我們大概108年底的時候 中醫要發展法通過 那有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根本大法 那接下來有優質的中醫五年計畫 加上現在有振興的五年計畫 那優質的計畫希望在人才團隊多元品質 那還有新創做給中醫做最好的支持 那接下來我們的振興方案 是跟經濟部科技部 相關的單位還有原民會做合作 希望在中醫藥 能夠有一個更好更新的發展 把新創加入一個中醫藥的元素 那我相信必然能夠發揚光大 那中醫事件在科富洋理事長領導之下 一直都做得很好 我想大家是淡在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支持中醫的發展 那現在疫情趨緩 那現在衛福部有沒有相關防疫的人士運動準備 然後是被幫部長還談得到 目前還談不上趨緩 那台灣目前的疫情 我還是跟我們過年時候的評定 還是穩定可控 那逐步把檢疫的天數跟隔離的天數 做適度的放寬 然後仔細的觀察 那要觀察幾個 尤其是自主應變的能力的提升 這一季有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會再進一步的放寬 不是好